哈喽大家好我是安邦中秋节快乐 虽然呢我也不知道这中秋节到底过个什么意义啊 这个因为出国了嘛 就呃人家这个地儿他不过中秋节也不放中秋节假期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呢就是中秋节得送月饼 送月饼得送好月饼礼善往来 但是你也知道月饼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巨难吃 又难堪又又难吃 然后没有半毛钱用的那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还特别不健康是吧 就是在新加坡这边可能送什么榴莲冰皮是吧 啊就是什么蛋黄流心奶黄流心 这就是高端一点的这种月饼啊 就是冰的那种月饼啊 有的还弄点什么广式联融什么的 就是月饼这玩意儿喜饼喜饼 在南方人眼里面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礼数啊 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就是今年呃中秋节呃送月饼是吧 大家要买月饼这个事情啊就出事了啊 小羊哥出事了 小羊哥那是内地一个网红 呃三只羊 小羊哥大羊哥小羊哥 他们那个团队呢卖货卖的非常凶猛啊 在李佳琪和薇雅双双退却的那个年代呢 又崛起的是星巴和小羊哥 这多人就有点捉对厮杀的那么一个概念啊 这个星巴呢一会人说他卖假货卖假货卖假货 小羊哥说哼不能跟星巴 他们同流合污是吧 然后星巴又说啊小羊哥也不是个玩意儿 啊现在在这个层级的这个网红圈也在内卷呢 也在卷呢你你还怕卷吗 是吧这个话就就从这个月饼说起啊 香港呢有一个月饼叫叫美心月饼啊 美心蛋黄流心月饼啊 这个东西呢是属于这种高端月饼以类的一个东西啊 就像我说的啊 就是送人很有面儿拿的出手啊 单价也比较贵 而且只此物只在香港有 我是吧 呃做的好吃啊 我吃没吃过呢 因为我这人对月饼实在是提不起半毛钱 那个什么 但是看着确实是不错的啊 就我开始买过啊 一一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礼盒 然后里面可能六枚 然后每一个都很小 漂漂亮亮的很好看 是吧 就是这么玩意儿啊 呃 这个美心月饼很有名啊 但是呢 这个小杨哥的直播间里啊 又出来一个东西叫什么美成月饼 我当时就想说这个美成月饼什么玩意儿 伊藤美成 我知道美成啊 美成跟美心 不会就是疑 就就是欺负不知道的人呗 对吧 就是一字之叉 让人就啊 反正都是美什么 美心还是美成 可能就一家公司 可能也就差不多 小杨哥一说 这就是香港月饼 一起一拍大腿 好吧 这都差不多啊 就你想想看小杨哥直播间 买东西的人都是些啥吗 对吧 当然我也没有去 这个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人 有多少的小杨哥买过东西啊 这个买过的请啊 请不要举手了啊 没买过的在底下留言啊 我是从来没有买过 因为我去他直播间看过啊 因为我去他直播间呢 我是去学习的 我不是去买东西的 因为我知道他卖货真的卖的很厉害 而且我也知道他卖货是有个套路的 人家卖货不是信口 呃 张啊 那个什么的 他他他这个剧本呢 寓于无形之中啊 一帮人 你看啊大阳哥小阳哥小什么小杨嫂 什么什么在这边旁边的小黄什么的 你看着他们好像在 就像一就像普通人一样唠嗑 你一言我一语之中啊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先跟你说说他这个美心月饼 他的这个套路是怎么个卖货法啊 他先说什么呢 说呦 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美成月饼啊 以前呢只有线下售买 而这个线下呢是你们遥不可及 你们这帮人看我直播间的这帮人的 遥不可及的香港啊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 觉得香港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啊 祠物只在香港有啊 香港线下只有这个美成月饼 还是很厉害的啊 但是第一呢 还说这个东西啊 在线下很贵啊 又够高端 八大给你一搬开 你看里头是黑松路 米其林的师傅 给你往这个里面搞黑松路啊 他就是高端和阳气 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么一个玩意儿 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拉满了 对不对 然后跟你说啊 这个玩意儿呢 对吧 我们这边呢 第二个套路就是不仅便宜啊 这个东西本来很贵 先跟你说这东西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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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很贵 然后跟你说 我们直播间就很便宜 然后先给你随便说个价 235 239 是吧啊 239 本来呢 是拿贵239 我们这边呢 就239不行 狂妹跟人说啊 229行不行 小燕哥说229 你他太他妈看不起我了 198 然后那人说不行 我今天直播间就给你搞到169 先给你把这个价格 从那么大一个区间 花叉拉到这个区 这个区间 然后说 你以为169只买一盒 no 一盒 两盒 三盒 我给你买三盒169 然后旁边说 哇 这怎么回事啊 小燕哥你太厉害了 我太超值了 然后一个no 除了这169 三盒的每成月饼 我再送你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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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所有小燕哥的 直播卖货的套路 就这三盘腹 每次是每次是都很零 基本上你看一面之后 你知道这个套路 你就知道 基本上这个时候就是 321走下单 不抢白不抢 想夸扎就有一堆人就栽进去了 啊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 就是有便宜不占大傻逼 对吧 有便宜不占我他妈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你面对这种情况 你很难理智去思考 因为他在看整个直播的时候 他也觉得小羊哥的团队给他带了充分的情绪价值 也让他觉得哦 在那一刻我有能耐买了这个美成月饼 我他妈的已经是人上人了 我这玩意拿到手之后 给七大姑八大姨去他妈吹牛逼显摆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不行了你知道吗 都满足了 情绪在这也满足也拉满了 基本上小羊哥辛巴 反正他们各个团队卖卖货有他的套路 但是小羊哥那个感觉就是 就是特别强烈的这种 故事感和叙事感 是吧 这我不是吹嘘 人家这个在这一行干到套部和顶尖 有他自己的数啊 数也有专攻的数 好吧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事情吧 就就就是你卖也卖的很牛逼 翻车呢 也翻车在了这个美成月饼 他毕竟不是美心月饼 他就是一个美成月饼 这玩意在人 产地也不是香港是深圳 对吧 你169块钱买三盒 人家线下69块钱直接买三盒 是吧 你一想你里外里其实赚多少钱 所以呢 第一波冲进去 想情绪价值拉满的人啊 宋七大姑八大姨呢 说哎呦 你看你买了小羊哥的那个美成月饼 那他们是假户 虚假宣传 你被骗了什么的 反倒惹得一鼻子灰啊 一屁股屎 很不爽 当然呢 就是你看到这些新闻的 面面上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这个幕后 是有推手的 你能我就我就很想说说 你在国内所看到的微博热搜 上面的前几条 是有人让你想看到的东西啊 你看到这么多 一会小羊哥又卖美成月饼翻车了 一会又带货茅台又怎么怎么样了啊 美成 然后小羊哥的团队又把人摸摸一个什么小姑娘 等会儿我再说这个事情啊 给送进去了还是什么 他俩可能要离婚什么的 这就是在告诉你 小羊哥快玩玩了 快死翘了 快不行了 是吧 要死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啊 甚至还要连带着谁 还要连连带着曾志伟曾大哥啊 因为前两段一个月之前 这个小羊哥要进军香港 拉了一个香港的一个大佬 是吧 这个要么你 你就把向泰那家 向华强啊 向泰那家啊 搞准准 要么呢 你就把曾志伟这一这这一家 是吧 他就拉了曾志伟进来 结果呢 他卖这个美成月饼的时候 曾志伟也在现场 是吧 我给你旁边放上 这边小羊哥吹的天花乱坠 你们那的美成月饼什么的 曾志伟 当然呢 他可能知道美心月饼 可能知道美成月饼 可能怎么样 他也知道 这就是人家直播间的套路 反正他也屁话也没说 就看这销量 破亿 是吧 他就开心 他入股了 对吧 这公司有他的一份 是吧 然后今天呢 又开始 是吧 这个官方口径开始洗曾志伟 因为曾志伟毕竟是一个红色艺人 早早的就跟我党 表达了自己红色艺人的这么一个态度 是吧 像他 刘德华 周星驰都是红色艺人 不会让他们翻车 而且他们也都是在香港那个艺人圈里面能服众的那么一个人 把他打倒了没啥意思 对吧 还要靠他去团结更多的这种演艺工作者呢 是吧 然后就在上面鼓吹什么曾志伟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一脸的懵逼 是吧 一脸的 一脸的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对吧 我就是陪陪笑什么的 把他摘干净 是吧 都呼之欲出了 嗯 所以呢 事就这么回事 你们要问这小羊哥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概就这么回事 上面要搞他 是吧 小羊哥自个呢又做这一行啊 作孽又不又不少是吧 这个基本上这个枪打出头鸟 你做的再大 也有可能咔嚓给你一剪刀下去是吧 然后中间再给你来点这个红男绿女的花边事件 比如说呢 他们这个团队有一个叫默默的那么一个呃 百万级的小网红是吧 这小网红呢 在小羊哥还没发家的时候 人家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女网红了啊 结果呢 他俩可能有过一段 结果呢 这默默呢好像去干嘛了 不知道是打胎了还是怎么样 I don't know 这个不可考是吧 传闻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俩人有过一段 结果呢 回来又回到这个小羊哥团队的时候呢 这个小小羊哥已经有小羊嫂了 是吧 结果呢 这个默默这个边上呢 也是蹭着他们这棵大树下面好乘凉 是吧 但是呢 可能还跟这个小羊哥中间有点这个叫什么 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情愫啊 结果呢 这个小羊哥小羊嫂中间 又有1122什么的 结果呢 这个据说最新的消息就是说这个小羊嫂 火同律师给这个默默下了个套 直接把这个索要分手费 这个事情变成了敲诈勒索 给人直接送进去了是吧 而且这话呢 而且这话呢是从他的这个竞争对手 辛巴的这个嘴里面说出来的啊 就把这些逗逗逗反正就直播嘛 直播的时候 哗哗哗就把这些事情全全都说出来了 结果呢 一来二去有旁边的人在佐证又怎么怎么样什么的 那现在这个小羊哥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坐实了 从你的这个人品上面 私德方面对吧 你又是小酸又是这又是那什么 公众对你已经嗤之以鼻了 再加上你这边又卖了这个 呃这个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什么什么破壁月饼 是吧 然后公众又又对你很怎么样啊 最后就是一锤一锤定音 逃税漏税什么什么 给你一下子敲在历史的持五柱上 你压就给我滚蛋吧 差不多就这么一个套路 一个网红的起高楼 一个网红的楼塌了 跑不赢 跑不了这三点是吧 要么你就能全身而退 钱赚够了 然后你就别直播 别怎么让你体验退休是吧 现在都都想延迟退退休 我觉得小杨哥你应该这个阿弥陀佛 老子终于这个三十浪当岁 就已经可以提前退休 不用去踩缝纫机 很好了 要知足 要么呢你就可能 牢狱之灾可能都免不了 你其实像威亚和李佳琪 都属于那一代 1.0代的直播大货大佬 都算是 嗯 比较好的一个归宿了 但是呢 这个又不知道辛巴和 这个小杨哥 这个二代网红 能不能有一个好的 谢慕啊 谢慕李是吧 然后这个 另外那个那个网 网红叫什么来着啊 网红叫董雨辉啊 董雨辉这个呢 他就是另外的一个 呃 比较怎么说 董雨辉的这个网红性质 就跟这个小杨哥 跟辛巴又是草根的这个 起来又完全不一样 对吧 他还是 呃 绝对是我党 非常希望争取的 知识分子的那一类的 这个网红 他的待遇应该不会落到 跟辛巴和小杨哥 这样去收场啊 但是怎么收场 也很难说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大概 我对于小杨哥 这个事件的一点 小小的一个小评论 和那个啥啊 再次呢 就是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呃